而大陸美女漫画家 你不能叫他美女 他不喜欢人家叫他美女啦 夏达到台湾来访问 那么今天到台南参观赤坎楼 但是南部呢 一下大太阳热得半死 一下下大雨 冷热温差大 夏达生病了 大陆穿梦漫画家夏达 穿着一袭蓝色长裙 到台南市参观赤坎楼 刚好遇到最强西南气流 他撑着伞下车 脸色比以往苍白许多 这几天是太累了是不是 没关系 我身体不太舒服 因为那个问 就冷热交替太大 我身体不太舒服 生病了 生病了 眼淘体发炎 有点滴烧 原来因为这两天 南部地区下雨 冷热温差大 夏达也感冒了 身体不舒服 深情难忍疲惫 一向令人称赞的 白皙有光泽感的皮肤 变得苍白 连黑眼圈都冒出来了 不是不想参观 我很希望下来参观 但是工作人员 就出于种种考虑 他们不让我下车 夏达第一次到台南 有一门经过 想捕捉他的镜头 但被工作人员挡了下来 而夏达在接受访问后 匆匆回到车上休息 原本又一定参观古期 但身体不舒服的他 也只能在车上度过了 中天新闻 赖观众 中原方才能报道